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数的观众都认识慕兰这个名字 是通过1998年的迪士尼经典动画 黄木兰 但事实上 黄木兰的英雄传奇 要追溯到更久之前 许着整人版电影的即将上映 我们不如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位颇受欢迎的迪士尼女英雄 令人称奇的历史 配音 众所周知 动画版的黄木兰 是迪士尼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影之一 文明娜就是国宝级的人物 她给黄木兰的配音简直完美 加上另一位白老会传奇人物 也是黄木兰的演唱师 和阿拉丁尼的《茉莉公主》的配音员 李沙人嘎 为沐虚龙配音的 Eddie Maffei 而且故事情节既有趣又暖性 一部热门动画就此诞生 现实与动画版的差别 在动画中的黄木兰是无法被战胜的 而真人版电影则寻求新颖和更加强烈的反转 观众可能不大了解黄木兰的故事 其实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世纪 尽管迪士尼喜欢对原著进行较大的改动 但他们对黄木兰的描述还是挺准确的 黄木兰是中国传说中的一位女英雄 她生活在公元420-589年间的南北朝时期 虽然当时政治动荡 但结束和异束十分先进繁荣 或许这个人物真实存在的 但有人认为她的故事和事迹 多半是虚构的 黄木兰最早出现于一首《叙事时》 黄木兰词当中 在许后的一千年间又被仿佛的改编 但是故事的搭档基本没有变化 跟迪士尼的动画版一样 黄木兰的故事是这么发展的 黄木兰的性格并不符合当时女性的形象 她得知自己的父亲要被挣扎入伍 虽然父亲愿意为国效力 但黄木兰觉得她已年老体衰 入了伍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然而 在其他故事版本里 黄木兰还有个弟弟 但由于弟弟的年纪太小 黄木兰别无他法 因此她决定穿上父亲的盔甲 把自己为中成人人替父从军 她在入伍前 就已经失本擅长射箭 武术和剑术 所以当兵她绝对是能胜任的 跟动画里描绘的相反 在流传的故事中 木兰跟其他人一起 参加士兵训练 并且作战长达数年 一直没有暴露她的女儿身 但动画版却将这段一笔带过 动画版的木兰 虽然展示了木兰如何竭力 隐藏自己的身份 即使跟其他人生活的情境 却不会被发现 但动画版这样的生活 只持续了一两个月 但现实的木兰 却坚持了数年 她到底怎么做到的 也许 她是个伪装大师 或者与她同行的人 眼睛都瞎了 木兰和战友们 在十二年间 经历了无数场战争 最终得以预警幻想 在带领战友赢得一场 极其激烈的战争之后 皇帝打算对她进行奖赏 但她一写 只请求返向 皇帝答应了她 回到家乡后 她向蒙在鼓里的战友 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家里人都很高兴她能回来 隐瞒了身份十多年 终于能做回自己了 多年来 不同版本的故事 仿佛的在被讲述着 有的剧本更有喜剧性 像迪士尼动画版 有的版本 腿一些 结局也不太圆满 有的版本 甚至说到皇帝兰是自杀而死的 皇帝兰最悲惨的版本 最悲惨的版本 是一本叫做随唐年一的小说 剧情很沉重 故事很长 错综复杂 所以我要简单的说一下 在这个版本里 穆兰不仅有弟弟 还有个妹妹 开始的剧情是一样的 穆兰替父从军 但这次 他被敌军拦截了 惨被俘虏 随后 他被敌国国君的女儿审问 并得知穆兰是个女子 他十分欣喜 还和穆兰成了结拜姐妹 等一下 刚才不是说谎被惨吗 原来 最后穆兰好姐妹的父亲 和他的军队最终被打败了 他迫使要被处决 危机时刻 好姐妹两人 愿意以命换命 圣君君主 被他们的勇气打动 于是赏给穆兰入费 让他能回家乡 也赏给他的姐妹一笔钱 来跟如意郎君结婚 然后剧情 就变得悲情了起来 当穆兰终于回到家乡时 他发现父亲早就去世了 母亲 也已经嫁给了别人 除此之外 君王把穆兰 传唤到王宫 强迫要纳他为妾 穆兰根本不情愿 最后自杀身亡 然后去剧中了 虽然 我们很支持要还原真实历史 但很感激迪士尼 把这一段伤感剧情 删掉了 因为这肯定会给我们的童年 留下阴影的 历史真实性 说到历史真实性 光木兰是否真实存在 仍备受争议 与其他的中国民间故事不同 这个故事 并没有包含任何的神话元素 但我们看到了一个英勇的女子 为了保护家园 不惜一切 因此数个世纪以来 大家都认为确有此人 像圣女坚德一样 真实存在 不过多数历史学者持反对意见 因为实际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而且民间传说 一般是通过口头的方式 来讲述故事 所以没有太多的实际记载 能证明黄木兰的真实性 但唐太时人白居一 杜牧 南宋学者 陈大昌 明代学者 徐文昌 秦代史学家 姚师傅等人 都认为黄木兰确有其人 只是年代背景 不尽相同而已 这些人既是文学家 又是饱受精识的大学者 是不会凭公乱说 一定有他们相信的理由 无逢不起让 很多事情虽然没有被记录证实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存在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猜想 历代记录历史的实学家们 把重点都放在草体 名人 战争上 黄木兰隐瞒自己的女儿生 在战场上死杀 当然没有被死官 当作纪录的对象 待到明前都知道 花木兰是级的时候 又来不及纪录 现实总是残酷的 即便木兰是真人 但她生活在一个女人 必须绝对服从的时代 她的行为举止 会为她带来不好的 甚至是灾难性后果 不过 事实未必如此 具体实学者介绍 在非常时期 比如满足入侵的时候 中国军队 就曾招募过女兵 其中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唐朝的女英雄 平阳公主 她生活在七世纪 她创建了中国第一支两子军 为唐皇朝的建立 立下了汉马功劳 帮父亲夺取了皇位 使父亲成为唐朝的皇帝 这位女英雄是存在的 那黄木兰 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像黄木兰这样令人称奇的故事 难怪会流传前骨 一次又一次的被讲述着 史诗与黄木兰 迪士尼的动画版 或许是全世界观众最熟悉的 但是木兰的英雄事迹 在很早就被搬上过舞台 在书上出现过 甚至在漫画里也能看见她 她与我们的另一位好友 发生过冲突 在漫画史诗图杀三部曲里面 史诗意识到自己 只是个虚构的角色 于是 她发了风的 要去消灭其他的角色 和整个宇宙 她来到了创作空间 我们熟知和喜爱的大多数角色 都是在这里被创造的 这个时候 木兰出现了 福尔摩斯把她招募进来 并联合其他角色 想要打倒发了风的诗诗 她利用传送器 把诗诗的一只手看没了 虽然新的真人版电影黄木兰 很惊艳 但很多外国观众 并不知道其实早在2009年 就已经有一部真人电影了 赵薇赢得了这一角色 电影全名就叫新华木兰 这电影很有视觉冲击力 有很多的10时级的战争场面 是值得一看的一部电影 这电影其实从2010年 就开始筹备在欧美上映了 但过程中遇到一些部分 风格分配的问题 上映的计划被迫取消了 不过到了现在 她又卷土重来 这一次的电影阵容 也是十分豪华 虽然大家一开始担心好莱坞 会讲这个中国的故事白话 也就是用白人饰演黄木兰 但好莱坞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在选角方面 终于远处 找了华人刘亦菲 饰演黄木兰 还有像巩力 曾志丹 和饰演黄帝的李连杰 这些国际影星 电影将会把木兰池 和迪士尼经典版结合 真的让老王迫不及待想要看了 然而这次的真人电影 不像动画版的那样 会有歌唱的部分 而且也没有动画版的慕虚龙的角色 此外 因为木兰池里 并没有提到爱情的部分 所以这次的电影版 也没有爱情的剧情 但归根结底 木兰不需要爱情 来使得故事更加实施和完整 他一个人就能做到 他的故事本身就不缺看点 木兰的故事属于所有人 尤其是那些想要打破规则的女孩们 他的故事是令人称奇的 他的名垂千古 不是没道理的 希望他还能影响人们一千年 的鬼兰的离子 这首 pert是 席兰的故事到 都是